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大国博弈可谓惊心动魄 风雷激荡 许多年来就一直也没有中断过 而且是全方位、多地域的展开 当两国仍在叙利亚进行如火如荼的较量时 俄乌边境又在线杀鸡 俄罗斯《生意人报》2月17日的报道称 顿巴斯上空出现了美国无人飞行器RQC全球鹰 该飞行器是从顿巴斯地区上空 向俄乌边境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做侦察飞行 美国派战机在俄罗斯边境进行侦察活动的事情已经不简见了 但在顿巴斯这种极为敏感的地区 进行军事活动却极为少见 前苏联时期 顿巴斯的煤炭、钢铁、制造业、化工等行业就十分发达 而这一地区俄罗斯足以占比很高 向来轻俄罗斯 在欧洲地区 美国主要是借助北约的力量与俄罗斯抗衡 通过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战略空间进行最大限度的挤压 如今 只剩下乌克兰还横更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 北约的冰封直抵老毛子的软腹部 对于俄罗斯来说 乌克兰是其与北约的最后一块换冲区 是不容有失的战略要地 目前来看 美国在叙利亚的进展很不如人意 原本想利用库尔德武装来牵制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政府 但由于土耳其从半路挟刺里杀出 导致美国被迫放弃库尔德武装这一重要抓手 如今库尔德武装力要去政府军进入了阿富林地区 交黄了美国的如意算盘 美国此番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妄图在顿巴斯地区重开美俄相争的博弈场 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克里米亚通过全民公投后被强行并入俄罗斯 俄乌两国自此一直拘役不断 让美国更加有机可乘 去年12月22日 特朗普政府就向乌克兰提供 反坦克导弹、狙击步枪等一大批武器装备 对抗卢干斯克、顿涅茨克的叛军 今年2月4日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接见了乌克兰防长波尔托拉克 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怂恿乌克兰冲撞俄罗斯的底线 俄罗斯外交部对此发出警告 称美国的行为将使乌克兰东部再次血流成河 美国动用全球鹰在顿巴斯地区进行侦查活动 从幕后走向前台来挑衅俄罗斯 必将招致俄罗斯的猛烈反击 对于俄罗斯来说 绝不允许美国和北约力量染指乌克兰是底线也是红线 一旦越过不惜以战争的方式解决 这在几年前乌克兰准备倒向西方时示范过一次 乌克兰因此完全丢掉了克里米亚 适时丢掉了卢干斯克 顿涅茨克两个州 俄罗斯当前国力孱弱 并不想与美国和北约进行全面战略对抗 当然前提是对方不能踩红线 踩了 那俄罗斯只能被动的选择与美国和北约进行全面战略对抗 一旦那样的局面发生 俄罗斯一定会选择在对其最有利的乌克兰问题上摊牌 并像对待克里米亚那样将乌克兰全部纳入其势力范围 美国和北约如果像对待朝鲜那样对待俄罗斯 是极其危险的 而乌克兰当局也应该更加清醒地看到 美国和北约最多只是把乌克兰当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罢了 而绝不会为乌克兰火中取力 美国与俄罗斯摊牌 对世界都是不可能承受之重 相信美国人不会那么蠢 杀鸡已经显现 乌克兰如果不认识到此事的危险性 悲剧极有可能再一次上演 感谢观看